全面啟動威力加強版 劇情表現普普通通 但班尼迪克蛋 你真的就是史傳奇本人 大家好我是部長 今天終於要來評這部電影 奇異博士 由班尼迪克康伯敗區 瑞丘麥亞當斯 地毯死云頓所主演 奇異博士他原本是一位 天才腦神經外科醫生 在國際上 享有聖敏的醫生史傳奇 因為一場車禍 意外傷到雙手的神經 之後無法繼續行醫 為了尋求治療雙手的契機 他來到了加德滿都 接受了巫師的修煉 在這邊他認識了師父 古醫 發現他有來自其他次元的神秘力量 從此開啟了奇異博士精彩的心靈冒險故事 對於這部片其實我還蠻 抱持有蠻高的期望 但看完之後 就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不至於覺得這部就是爛片 主要就是認為 這大概就是漫威 介紹新角色進來的一種 固定的電影模式 一開始到最後打敗大魔王 整個事件過程算是蠻好預測的 電影中間也跟漫威系列的電影一樣 在嚴肅的事件之中 會放一些幽默的場面 這方面漫威真的都做得算不錯 笑點置物的很自然 但是也不會影響到整個故事的 敘述的一個過程 而這部電影想要傳達的一個 哲學跟理念 以及史傳奇在這個電影過程 一些心境上的轉變 這些都其實有跟之後的一些 戰鬥場面都有去做一個呼應 這點是我覺得這部電影表現 滿有特色的地方 而這部電影的反派 也是維持一貫的漫威傳統 就是沒什麼記憶點 重點比較是在擺在說 怎麼形成這次的英雄奇異博士 反派想要幹嘛跟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好像都不是說非常重要 目標比較是在襯托出 主角英雄能力的展現 知道這個角色的電影氛圍 以及帶出未來作品的內容 而漫威的電影系列 到這個階段 也都開始找一些實力派演員 來參與演出了 班尼迪克跟地毯史雲頓 這兩個人的加入 我覺得真的有幫漫威的電影添加不少分數 這個演技真的有幫助到角色的深度 跟他們裡面一些個性上的詮釋 尤其是在介紹這種新角色 新英雄登場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馬上抓到觀眾的注意力 像即使是配角的古衣大師 地毯斯雲頓所展現出來那種 超越世俗城市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魅力 再來就是這一部的重點 特效 這次的特效 真的是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了 主要的風格就是那種 萬花筒的概念 整個就是非常全面啟動的感覺 可是它整個就是威力加強版 不僅僅是周遭環境的變化 還有演員們在這個環境之中的一些動作場面 也有根據周遭的空間扭曲去做一些變化 在視覺上絕對是一個非常豪華的饗宴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是要去看IMAX3D去體驗一下 不過你自己如果是一個 看3D容易頭會暈的觀眾的話 我真的建議看這部型 要有三思 因為我平常看IMAX3D是比較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看這部 看完之後眼睛非常酸 所以大家自己要斟酌一下 整體來說 我對於奇異博士的期待蠻高的 但是看完之後 對於劇情的走向跟整個張力上的展現來說 這部表現算是普普 換句話說 其實就是走一種安全牌 維持在一個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壞的狀態 而特效真的就是這部電影的重點 可以堪稱是目前漫威電影中 特效表現最特別的一個作品 他也用這種方法正式把魔法世界 帶進了漫威的電影世界之中 至於這個魔法世界 對於目前漫威電影的影響會是什麼 真的是還讓我蠻期待的 最後我給這部電影8.3分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評 不知道大家對於看完這次奇異博士的感想是什麼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讓我知道喔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評的話 記得訂閱部長影像研究室的YouTube頻道 我是部長 不久 Benedict Cumberbatch Tilda Swinton Tilda Swinton Tilda Swinton Chiwatel Ejiofor Chiwatel Ejiofor Tilda Swinton Tilda Swinton Tilda Swinton